小伙伴们大家好,我是小女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青椒炒肉 咱们的青椒先去腥 切层丝,尽量的切细一些 红米椒切小段 五花肉切成薄片,再切丝 切点葱花,大蒜,生姜 一切准备就是咱们烹饪 起锅热油 先倒入五花肉 煸炒至断生,咱们加入大蒜,生姜,葱花 一起爆香 再来适量的红烧酱油 倒入辣椒丝 开大火翻炒 加适量的料酒 一小勺盐 一点点蚝油 白糖一小勺提鲜 胡椒粉适量 翻炒两下即可出锅 一道非常下饭的青椒肉丝就做好了 吃起来特别的香 辣油味 喜欢的点赞关注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了 再见